面对了少子化及人才出走等问题 高教转型计划之一呢 就是推动国际合作办学 向台师大今年首度跟美国南卡大学合作 推出双MBA学位学成 目前呢已经有来自英美 伊索比亚 哈萨克等国的学生报名 但是呢一年的学费高达了125万 列出资料 这些都是台师大双寿式学位学成的报名表 一年然后三个学期 前面两个学籍会在台湾 念书 同时呢国外的教授也会飞过来一起授课 马路边贴起超大广告 台师大打出一年就能拿到台美两校 两个MBA学位的学成要抢国际学生 全英文授课 因此英文能力是入学门槛 台师大先念9个月 最后三个月再到南卡大学念 学专业也体验一国生活 不过学费高达于台币115万 且机票得要自己付 如果说我是想要出国的话 我还是想要把整个读书的时间都花在国外 现在不止台师大与国外学校推学成 像是宝贾大学也和美国普渡大学推双学士学成 大学大学也和瑞斯大学合作开设餐馆硕士学成 各校以及国外大学课程和师资 以双学位为号召 强化台湾高教国际能见度 同时也能弥补台湾少子化 所造成的招生缺顿问题 跨国跨下合作共同招生 已经成了任不可但的趋势 UTV成员节理中线海北报导